也就是说待会可能会麻烦先生您必须如实的向银行工作人员说明这情况把误会解开 可以耽误您一点不贵的时间吗 OK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要我这边协同银行做一些那个配合是吧 是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三方做合时 OK 我了解 我了解你刚说您是福建人是吧 不是台湾同胞是吧 是的 是不是福建人 好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天猫的客服人员还是曼秀雷顿的官方的极简店的客服人员 我是天猫财务部的 天猫财务部 天猫财务部哪个部门 就是财务部啊 好 您的公号方便透露吗 您的公号方便透露吗 就是天猫商城 公号啊 对 七六七九一一 请要见吗 OK 好 您稍等啊 您稍等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咱们这个电话不显示是官方的电话呢 就是显示一串乱七八糟的数字 是这样的先生 由于今天早上呢 我们接到了上百通的客户电话 那这个电话呢 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主任临时设置的一个网上外拨专线 哦 了解 了解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就是那个 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您知道是什么吗 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跟您这个业务有什么关系 不是 我就问您二战的转折点是什么 就是您回答完这个问题 我后面就可以配合银行的操作 我就是想问您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不好意思 先生 您说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 哦 这个属于正常的历史 历史的知识 您这边上班的时候培训没有学过吗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不好意思 由于这个跟我的工作上的事务没有关系 哦 也就是说您并不了解这个这个问题 是吧 嗯 但是您说您是福建的 您是福建的 如果受过这个教育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您是这样的 由于这个事务跟我的工作上没有关系 您懂我意思吗 我今天打这通电话给您的用意是因为 您您下转三的笔业务 那这个笔业务是会扣费的 那我想请问您 您是要保留自己使用 还是要取消 哦 如果我取消的话 就是要配合银行做一些调查是吧 也并不是说调查是 必须要由我们双方 跟银行核实正确之后 他才会正式受理 然后再上报至停电中心 哦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这里需要先生您的并不麻烦 只有两点 那先生您方便帮我记一下 单位帮我转交给银行工作人员 如实说明好吗 那您说 是这样的 第一点 需要麻烦您 如实说明 您要取消我们天猫代理商业务 这个业务并不是您所本人申办 是由于我们商城内部实习员工失误开通 所以您不需要 您要取消 好的了解 您继续说 好 那第二点是 麻烦先生您配合工作人员做完取消 必须为他们给您开立一张回职单 这个回职单是您取消这个业务的证 拿到这个回职单之后 也表示您将这个业务正式取消 往后就不用再担心有任何形式的扣费了 这样您还有什么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地方吗 啊 没有啦 谢谢您 好 那先生 刚刚我也跟你讲过了一些流程 那您看稍后我是要为您 就是 那个您还是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先生 这个业务业务没有关系啊 但是这个是属于常识啊 你做这个业务的话应该接受过正常的历史课呀 你在福建长大的话 你上课 上历史课 你怎么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呢 先生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电话都有全程录音 所以我们只能讲公务上的事 没有办法去讲额外的事情 这样您清楚吗 还说您不了解是吗 没有并不了解 但是我现在是在跟你讲我们业务上的问题 因为今天晚上十二点截止 我了解 不是 您就告诉我 您就告诉我 就一句话就行了 您就告诉我 后边让我干什么都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 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这跟我们这个业务没有关系啊 先生 您 我知道 我就想问您 您知道吗 那先生 我反问您 您有没有心想要取消 如果您没有心的话 那不好意思 往后造成任何扣费 您自行承担 就这么简单 可以可以 我可以协助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下 您知道李云龙攻打的是什么地方吗 先生 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根本就不干我业务的事情了 就是您知道吗 您知道的话就说知道 这我不知道 可以吗 OK 您是福建人 您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 是李云龙攻打什么地方 是吧 您说您是福建人 因为我 是的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 比较没有读书 没有学过教育 哦 了解 哦 了解 那先生 您有要取消这个业务吗 还是您要自己保留 做常试使用 好的好的 那先就这样啊 拜拜